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来分享一款非常好吃的苹果蛋糕 每一口都有果肉 松软又香甜 做法简单 一看就会 在大碗中打入三颗鸡蛋 加入50克的红糖 这样做出来的蛋糕 口感是微甜的 如果是喜欢吃甜的朋友 可以再适量的多加一些 用电动的打动器打匀 不需要打发鸡蛋 充分的搅匀就可以 再加入70克的玉米油 搅匀 加入190克牛奶 我分两次 一共筛入了300克的低筋面粉 8克的无铝泡打粉 1分钟 2分钟 Jong平 4分钟 2分钟 酱油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这样非常粘稠的糊状 再加入80克洗干净的葡萄干 搅匀 差一点忘了还要加一些柠檬汁 柠檬汁我们可以和葡萄干一起加入 我准备的是一个8寸的烤盘 为了方便脱模 我们可以在下面盖上一层油纸 把面糊倒入模具中 摊平 这时候可以轻震几下 再准备两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清洗干净 先对半切开 再去掉果盒 切成薄片 然后我们可以用苹果摆出花朵的形状 苹果片我们可以多摆上一些 一个是好看 还有就是烤出来的蛋糕 每一口都能吃到新鲜的果肉 酸酸甜甜的 味道非常好 烤箱开上下火 提前预热 180度烤40分钟左右 因为烤箱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具体的温度和时间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的调节 蛋糕出炉了以后可以先脱模 让这温热了 再薄薄的撒上一层糖粉装饰一下 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这款蛋糕的底部和边缘口感是焦酥的 上边又是非常的松软 满满的果香 清甜不腻 是所有的美食爱好者都无法拒绝的一款蛋糕 喜欢的小伙伴们也动手做起来吧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